同學是忙進忙出協聚獨居阿公打掃環境 待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攜手紅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在11日上午由5名大學生與社工到紅道光華的長輩家中 幫忙柯欣阿公進行年中居家大掃除 長輩他們的需求其實在每年的一個過年期間 我們紅道會關注在寒冬住老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他透過大掃除以及一些培購物、煤荷物資、韋爐餐的活動 讓長輩在這個年節特別是過年前的這個年節 能夠更感受到社會大眾對他的關心 那我們這幾年來都有跟大業大學在合作 不管是做街頭募款還是說獨居長輩家庭的一個大掃除的一個活動 其實都真正的可以幫助到長輩實際上家庭環境的改善 許助長表示今年已經是大一大學休閒系第三年加入這項公益的專案 每年都會有許多同學參與寒冬住老 幫助阿公阿嬤大掃除 或是協助舉辦活動 他們的愛心與熱情實在令人感動 這是我們學校的一門課叫休閒遊戲設計 然後就是老師就會安排我們跟紅道老人團合作 然後就是會到獨居老人家 就是幫他們居家服務 然後幫他們清潔、打掃 然後就是陪伴他們 幫助阿公很有成就感 然後幫他丟掉一些很多他用不到的東西 然後甚至已經就是破掉或者是碎掉的東西 然後就把他丟掉 這樣讓他的家更乾淨 我覺得第一次有這種體驗很不錯 就是可以幫助獨居老人 然後幫他們整理家境環境這樣 然後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有成就感 也可以幫助需要該幫助的人 然後讓我們更懂的就是能夠回饋阿公阿嬤 然後讓他們有更好的居住環境這樣 有沒有很累 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可以丟掉很多東西 雖然在丟之前要先問過阿公 然後跟他說這可不可以丟 這可不可以丟這樣 就覺得之前都是在影片上面 然後看到這些東西 現在就是反而是自己實體在這裡 然後可以幫助他們有更好的生活環境 這個機器他就是把它插到長輩家的插座中 插進去然後他就會自動啟動 然後他開始會閃不同顏色的燈 大概十秒鐘左右就會檢測出來 綠燈是表示他是安全的 那橘燈是有疑慮 另外他們也幫助獨居長輩一一檢測電源 插座預防電線走火意外的發生 我幫阿公檢測家裡的電線有沒有安全 因為現在獨居老人 就自己在家裡很危險 然後電線走火算是蠻嚴重的事情 然後沒有人會幫他 所以我們就先來幫他檢測 同學表示這次活動 讓他們可以更加了解 營法長輩的生活 進一步知道他們的需要什麼協助 能夠盡一份心率幫助別人感到很有意義 好 再一張 再一張 好 一二三